就是當時的狀況是 呃 伯當跟另外伯當的同班被六七個人圍 然後當時的情況看起來有點危險 然後所以我就 我就錢張去把兩方就是隔開這樣子 然後這個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動作都是很輕柔 沒有推擠 沒有拉扯 然後沒有劇烈的口角衝突 然後等到到事情看起來到一個段落 就是他們講話越來越大聲 然後我們會為了讓他聽到就會越來越大聲 反正聲音就是這樣 但是手都沒有動 大家兩方手都沒有動 看起來就要緩和的時候 他就突然攻擊了 所以他完全是在一個自人於死的狀況下 進行一個殺人會睡的動作 他就是 他沒有管你是不是 現場狀況到底是不是要平和了 他想要打人 他想要攻擊你 他想要傷害你 他想要毀了你 他就會進行這個動作 對 開始只有我跟火長跟他的夥伴三個人 然後後來慢慢 當時圍觀的大概有十個左右 那慢慢的就是因為被打了 所以有些同學開始發網路訊息 那慢慢有同學開始圍拒過來 然後最後我們沒 最後他們離開 然後我們那時候當時的人 可能現場可能有八九十位 但是 因為同學有時候會往旁邊移動 因為他們在退的時候 有些同學沒有要跟 那有些同學會跟上去跟牌 那這時候同學就會落單 大概兩三百公尺左右的落單 那這個落單就會變成他們的攻擊下手的 絕佳的時機 那他們也在這個時候下手 網路上有非常多的影片是 他們在這個時候下手拿著武器往回頭 就是進行攻擊這樣 所以你除了後腦槽被攻擊之外 你手什麼東西 就是我被三四個人打 就是後腦槽那一棍有影片 然後再來手的那棍是 因為他持續揮舞 大概揮舞了三十秒二十秒三十秒 然後其中的一個是 手沒擋好所以手受傷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灰衣服的人 再來就是黑衣服 就是當時站在我旁邊 白衣服旁邊 就是有照片看到 有一個白衣服跟一個黑衣服 那個黑衣服的人 也有進行拳頭跟腳 手腳攻擊 然後 就在後面有那個 就是灰衣服的人 有進行攻擊這樣 什麼樣的一次 我等一下就是要回去做 就是手的鋼板 要去擦鋼板 還有人要照電腦斷程 電腦斷程 可能今天下午或是明天吧 不太確定 就是我因為我現在頭腦有點髒髒 所以要等到回去跟醫生講 然後他們幫我判斷之後 才會去進行這個 所以等於你一個人同時間 是被三四個人攻擊 不同時間 但是至少都會有一個以上的人 在對你做出威嚇跟攻擊動作 對 就是這個當時的情況最可怕的就是 你的旁邊的同學跟你 你不知道你們什麼時候 會同時遭到好幾個人的攻擊 因為其實看影片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影片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影片上 他們常常是三四個人來圍你一個 就是這樣 他們攻擊手法就是這樣 就是三四個人來圍你一個 所以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突然被三四個人圍毆 或者是後腦少會在一頓